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你喜歡吃水果嗎 美鳳出門都會帶水果 我早期都會先喝溫水的冷藕 才吃水果 才吃飯 我習慣餐前吃水果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但是吃水果是好的 可以補充我們一些營養 當然現在 我們說到台灣 算是水果 王國 我們有時候很幸福 而且現在台灣農業越來越好 越來越發達 可以說是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很好很好的水果 非常地優質 當然最近幾年 最近 就可能有受到外銷的一些衝擊 不過我們農友一樣很堅持 一定要把我們的品質做到最好的 所以今天 我們當然就是非常高興地 很開心地請到一位特別來賓 他就是農委會的陳俊暨副主委 還有一位很厲害的 很會做營養料理的秋香老師 兩位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讓我們好吃的水果 除了飯前吃也可以入菜 好 我們歡迎二位 大家好 我是 我是水果達人陳俊暨 今天以美鳳約什麼呢 台灣水果 歡迎 美鳳好 歡迎我們主委 還有秋香老師 妳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主委 來我們這個節目 跟我們分享 好吃的水果 今天 秋香老師他對食補 或是營養部分 他非常地 非常有概念 所以今天兩位一起合作 請問要做什麼料理呢 今天因為副主委拿來的 今天是農民的心血 你看到這個食物 我們來的食物 你看 你就真的打從心裡 就很開心 說我們的農民真的好偉大 做得這麼漂亮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 年糊 都是中時的 對 中時的時候 除了就是做水果吃以外 我們可以開發一些創意料理 但是因為水果的營養成分 跟它的一個好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過度地膨脹 所以我在做的時候 都盡量把它原來的口感 原來的營養 就盡量把它撐住 好期待 是 我第一個就是做 釋迦鱸魚 然後做咖哩 另外一道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 蓮霧的里肌肉去拌的那個食蔬 三百克 小黃瓜一條 紫洋蔥六十克 白洋蔥六十克 蓮藕粉小許 鳳梨食鹹先把它擦一擦 一擦 這鳳梨食鹹 我可以請問副主委 台東的鳳梨食鹹 很有名 對 今天帶來的鳳梨食鹹 是台東出產的 是 台灣現在的鳳梨食鹹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 都在台東來生產 食鹹大概四百多年前 從荷蘭 就來引進到台灣來 那時候我們都叫做 對 後來因為它的一個長相 像一個 釋迦摩尼的頭 那食鹹 食鹹副主的頭 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為 釋迦 現在台灣的食鹹 大概有兩種 一種我們叫做大肉的食鹹 一種就是鳳梨食鹹 台灣現在吃的大部分 都是大肉的食鹹 這個食鹹本身 它的鱗木比較粗粗粗粗 皮比較厚 今天鳳梨食鹹皮比較薄 所以它比較有特殊的風味 這裡面 這就是 就是要讓副主委 趕快做 好 把醬拿掉 我們先把醬拿掉 我才來把皮去掉 對 是 你沒用 我就煎魚 我來 煎魚和炒咖哩 對 鳳梨食鹹 我剛才說的 鳳梨食鹹有兩種 今天你特別說的就是鳳梨食鹹 它本身不像我們 價值台灣在吃的大肉的食鹹 食鹹 用手扒下去 鳳梨食鹹一定是用切的 切完之後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來吃 第一種就是 你會用的 像切切的魚 變成切丁 然後把皮去掉 去掉以後切丁就可以 放在冰箱裡面冷藏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吃 其實我們在吃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放在家裡 裡面湊就好了 對 我示範一下 對 直接這樣吃就好了 我示範一下 這樣是最直接 而且最好吃的 就是這樣吃 對 就是這樣吃 還是 放心吃一下 很甜 我們的冰箱是有夠誤解的 我只看你而已 那個汁都流出來了 對 吃很多 吃很多 很甜 好吃 我們兩配合得真好 我剛剛吃的時候 來不及講話 你說好吃 那就對了 真的好好吃 對 吃下去的時候 我就聞到那個四季 它原來的那個香氣 四季 再來 它一點點 酸酸甜甜的 也要真的 口感真的很特別 很好吃 這個鳳梨四季 它甜以外 還有一些鳳梨酸味在裡面 有 鳳梨酸味在裡面 鳳梨酸味 對 為什麼汁那麼多 這就是台灣 我們的四季 可以研究鳳梨怎麼酸 所以現在越酸越漂亮 越酸越大顆 大家說了 四季如果要建議 最好吃的這個時候 是現在嗎 對 鳳梨四季 米妮的十二季到三季是 十二季到三季 十二季到三季 大催的時候 所以現在十二季的時候 是很好吃的時候 所以 如果我們的消費者 你如果對鳳梨四季有興趣 現在就可以去市場買了 四季的維他命是 它是 其中裡面都有 它米兔是 我們蘋果的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就是 對於吃的健康的一個水果 等於是一個前食物 對 太好了 我剛剛 所以養粉都有 剛剛就先吃了 是 一點點鹽 一點點糖 我現在還一點點水下去 糖其實放一點就好 一點點 就是幾顆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 咖哩就是 丼薄的那種糖 我們現在要把它洗一下 放下來 水分還有夠 然後那個甜度 酸度 很棒 是 就把它夾進來 這樣夠嗎 還要再夾 這個是煮的夠 然後等一下酸度還要拌進去 你這樣煮的時候 就是它的一個甲鈉都還在 可是那個維他命C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新鮮的下去的時候 就是要它的維他命C 好 好 我會把它就是 襯漂亮一點 就是這樣子 這個纖維也夠 是 這個 好 我現在最後 我就是把這個撒上去 顏色 其實甜椒就是吃生的 也會有一個維生素C 把它拿起來 不然這個椅現在已經很嫩了 就不好拿 好 就這樣子 我們可以一前一後 這樣子擺著 好 把這個 再放上去 新鮮的 溜上來 就進行色香味俱全 這樣就完成了 咖哩跟雪茄粉蜜 菜已經OK了 好棒 現在是切這個是 蓮霧 蓮霧 你現在切肉炒 你現在先把它切 我把它切一切 切絲 它今天都濕濕入口 豬肉絲 還有洋蔥絲 最主要就是 我們用這個蓮霧來切絲 它會非常地清爽 而且會有一個 你會吃完了以後 你的脂水乾 所以我們切好的時候 因為我們怕蓮霧會氧化去 所以我會把它泡淡淡的鹽水 你用兩塊水 鹽再加一塊 這樣稍微泡一下 好 再來就是豬肉 豬肉絲 我現在豬肉絲 我有把它拆過去了 是 就是說 很簡單 就是用淡泡鹽就好了 還有淡泡蛋白 這樣 鹽蛋白 然後 你如果要吃胡椒 你可以放一點胡椒 好 是要 普通我們要有一個勾芡 芡粉放上去 OK 用蓮藕粉 好 蓮藕粉 來 這個加一點水 這個最近 屏東的潘縣長 有來跟我們分享 屏東蓮霧的料理 單單單就是說 它有帶果乾 那個果乾也讓我很驚豔 也很好吃 蓮霧的果乾 我沒想到會這麼好吃 今天是用新鮮的蓮霧 他那個人 這是因為產劑 主要的產劑 價值是十個五個 第一貴是五個到八個 第二貴以後是 差不多十一貴 到第二年三四貴 不過現在 農民的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現在 從九個十個開始 一直到 幾年五貴都會有 蓮霧可以吃 對 是 所以 蓮霧也有很多的品種吧 我想 經常說的 黑鮮椒和黑金光 對不對 這都是一些南洋的粉種 它的色澤會比較清 比較暗色 比較暗色 經常加在 我們說的黑珍珠 這個黑珍珠 是一種大果的一個品種 它的果汁比較大 不過它的色澤是比較淺 是 另外我們有看到的是 我們的巴掌蓮霧 有沒有 跟我們的子彈蓮霧 這邊吃不下 這個 蓮霧有很多種 不一樣的關係有在蒸 所以 目前為止 從一月到十二月 每個月 你都可以吃到 不一樣的 天正的蓮霧 對 這就是台灣人的技術的進步 進步 了解 我現在這樣把肉絲都炒開了 今天因為我們是用蓮霧入菜 所以你的肉絲就不要炒它醬料顏色 就是清清爽爽把它炒熟就好 對 現在炒熟了 看它洗的火 把雙色洋蔥 翻下來 這洋蔥洗好 切好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用冷開水 用冷開水就把它泡著這樣子 你現在把它拌一拌 我現在把它拌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來放涼 好 這個黃瓜絲 就秤底 這個其實 平常都是在夏天才有吃的 這種涼菜 但是冬天我會建議大家 要多吃涼菜 為什麼 因為你都去吃麻辣鍋 吃麻油脂 吃薑母鴨 羊肉乳 對 這些東西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的體內的正經是太適合 所以這個時候 就必須要吃一點點蓮霧入菜 跟這些像瓜類的東西 這樣 好 現在來就是蓮霧 因為泡過洋水了 所以起來的時候它也不會 味道也是搭在一起 你要吃的時候就把它拌好吃 真的是非常地爽口 吃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順口 一口還有一口 對 好 這樣 好 我們準備上菜了 現在就可以來試吃料理了 是 可以吃看看那個 這個 不知道副主要你吃什麼 要自己 我比較喜歡吃魚 一樣 再配這個 我自己來 來 給我自己來 好 其實你看 因為咖哩跟熟食 味道是搭的 對 對不對 是搭的 而且你另外再加這個鳳梨熟 它是加分的 是 因為熟食裡面有一些膠質 果膠 它就會慢慢釋放到你的湯汁裡面來 好吃 我覺得 一口魚 一口水 對 對 那個味道會融合在一起 這個很好吃 剛剛就是這樣 其實 我們可以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把 熟食 用果汁機 把它調理成一個醬 對 然後來煮義大利麵 煮通心麵 義大利麵 那你就拿它來取代白醬 對 因為熟食跟牛奶 也是很搭 也是非常搭 然後煮起來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過度的調味 只放一個鹽就好了 對 其他都不用 不管我們的 鳳梨熟食 還是我們的魚 養殖的魚 還是我們的蓮霧 都是我們農民 很辛苦在那裡 對 去 有時候像鳳梨熟食 一年再收一櫃 是 收一櫃的時候 我們的修理不扣 完全是扣這個 不過現在 因為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經常說 因為天氣不穩定 不穩定的時候 修身就不好 對 所以希望大家的消費者 請今天鳳梨熟食 做了這麼好的一個菜 其實我們回去也可以 這樣子入菜 一起用我們的行動力 來支持台灣農業 現在吃這個蓮霧 這涼拌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 好 像我就是 一起 和在一起 連洋蔥 連霧 這樣子 就好 就 好搭 很搭 很搭 還有一種吃法 加蒜籠醬 我們只知道 薑和醬油溝 可以混番茄對不對 還可以聽到蒜籠醬 來 主委來吃看看 蓮霧 沾這個蒜籠醬 大部分的藍薄 有一點吃法 我可能知道 放我倒用薑和醬油溝 有一點醬油 對 沒有 等一下也有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吃看看 好 再來吃看看 好吃的 真的 好吃 不吃太可惜了 因為蒜的醬油應該是很香 但是就是你的蓮霧會更 更甜 更甜 那個味道會拉出來 更甜 這蓮霧水分很高 所以你沾了以後 它那個水分 可以把蒜籠醬油 稀釋掉以後 把蓮霧裡面的特殊的風味 把它萃取出來 所以吃起來就有特殊的風味 吃蓮霧真的是非常好 因為可以聖心解渴以外 還有清肺熱 重點就是100克的蓮霧 其實它有90%都是水分 對 然後再來就是纖維 剩的100公克 到17克而已 17克 所以你吃了就沒有負擔 會有飽足感 沒有負擔 對 所以對想要維持身材 就可以像美鳳這樣很聰明 換錢吃蓮霧 換錢吃水果是對的 是 是 謝謝老師 現在的水果 有一很厲害的技術 可以來保存 這個很重要 對 因為農民在那裡 產生出來的水果是 最新鮮的 對 不過它經過一些運輸衣 好嗎 然後到超市也好 或是量販店也好 我們在買的時候 再到消費 我們家裡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對 如果它沒有好好的 做保存的時候 那個風味就開始會下降 所以現在農委會 一直在輔導我們的農民 建立一個叫做 就是農場的水果 離開農場的時候 都用一個很穩定的溫度 去運輸 運輸完了以後 直接到了超市的 就是我們的竹架 所以它 對於這個溫度的 穩定的要求的時候 能夠讓我們的水果也好 蔬菜也好 它的風味一直維持著 對 這個意思是一個橫溫 橫溫很重要 橫溫就不會那個氣氛比較大 另外一種就是像熟了 熟了熟了 我們的極速冷凍 冷凍到負40度C 變成一個凍鍋 熟了熟了 準備燒日本就是用 全國冷凍 冷凍一 然後燒到日本去 吃的時候就是說 好 你像我們今天吃菜的時候 把它拿出來 然後它開始解凍 解凍完了就要去切 就非常Q 就非常好吃 好荒滑 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有很多種方法可以 把水果的風味能夠確保到 我們消費的口中 這是我想最近開發的這些技術 對 現在有很多的方法都可以 買到水果了 對 除了我們就是 超商 還有可以用什麼的方法 對不對 現在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說 這一兩年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就不會到 傳統市長買 或者是到超市買 對 那就用電商平台 所以有很多人直接上網 去訂購 上網訂購的時候 你只要在網路上面下單以後 它就能夠利用這種冷藏的技術 把你宅配到你家裡去 這是一個非常 新的商業模式 是 現在要支持果農 就要多元化 所以出的 果乾 果醬 我們都要自己買 對 現在 那五倍券 跟那種農油券 可以買嗎 一定可以買 可以買 因為今天說的都 新鮮的這些四家 或是蓮霧去入菜 那鳳梨四家它也可以做成 未來你可能在超市的時候 你就可以買到這個 直接切丁的鳳梨四家 是 然後你應該也會看到一些 鳳梨四家的果汁 冰淇淋 所以它產品有非常多的多元化 謝謝 更重要就是說 現在有五倍券 所以你用五倍券也好 或者是用農油券也好 都能夠來消費 特別是農油券 還有一些優惠的活動 這個部分希望說 大家拿著五倍券消費的時候 也趁機來支持我們台灣農業 是的 其實有的時候也可以 去農場去體驗對不對 對 很棒 很棒 真的 不過講到體驗 最近都在推這個 特別是小孩 知道這是熄生 熄生 部位子 不過他不知道 到底熄生是怎麼生的法 生的度 透過食農教育的時候 你也能親身體驗到 哪些水果是長在樹上的 哪些農產品是長在地底下的 所以透過這樣子 實際的體驗的時候 也能夠讓消費者更能夠體會 其實農民種這些水果 其實是滿辛苦的 當他了解的時候 他就會用更感恩的心情 來吸食我們的農業 來支持我們的農業 尤其村子要到的時候 伴手禮 當然水果自己用也是 自己吃也很好 送禮也很棒 對 過年你要到 對不對 吉祥的時候 綿綿如意對不對 事事 好事連年對不對 真的就是 過年的時候 春節 我們現在開始要住家 這段時間 一直到差不多三月春節的時候 就是支持我們的農民 好運也吃到我們的身上來 很好 原來大家都知道 水果這樣吃就很好吃 但是也可以入菜 今天非常謝謝 崔嬌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創意料理 當然也謝謝副主委 對 來跟我們分享 果農的辛苦 還有你怎麼樣可以去吃到 水果之外 還可以去體驗 了解 果農的 他們怎麼栽培這個水果 我覺得他們辛苦 所以我們大家當然要大力的支持 吃不吃的 所以今天 鼓勵大家多吃水果 我們是台灣 這個水果是很漂亮 很好吃 我們實在很幸福 再度謝謝 謝謝副主委 謝謝美鳳姐 謝謝千萬美食 多吃水果 大家比較健康 好好吃 對 有的時候就是多吃 不一定要再吃太多的副主 對